身体哪里有毛病 看这点屁事就知道 放屁是人体正常的一种生理活动 可是你知道通过放屁的状态 也能看出身体好坏吗 第一种是气须屁扫 肚子很容易脏 总感觉肚子里有气 但又排不出来 还伴有精神神皮乏力 有的人甚至出现轻荒 小肤醉胀等情况 这很可能是气须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功能 中气不足导致有气排不出来 这是需要补充益气了 第二种是胃疾屁闷 多是消化不良引起的 吃得多就容易腹胀 虽然放屁没有声音 但是味道很大很臭 同时还伴有打嗝反酸等情况 容易有口臭 这是以消食化痴为主来调理 第三是肝疾屁多 中医认为肝阻疏 出泻可以出泻我们全身的气急 一旦出现肝育气节的情况 就会经常的放屁 屁多 并且还伴有腹脏腹痛 或者经常咕噜咕噜叫 有些人还会心情烦躁 爱发火 偶尔还会出现便堂的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疏肝健脾 第四种情况是 长期屁多 声音大而且很臭 伴有一种灼热感 一般会出现腹痛不能揉 口臭牙龈肿痛 容易打宝阁反酸等情况 这种情况都建议食物在胃肠里积累 预热火化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轻微卸火了